大家好,我是Carrie 今天我就來到袁叔 不知道大家想起袁叔會想起什麼 我作為一個甜品怪 甜品控 就一定是想起CREEP 這裡的CREEP這麼出名 有這麼多間不同的店 都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好吃 哪一個是有福的 所以今天我就介紹三種教我特色的CREEP 現在大家就跟著我一直吧 有很多日本朋友跟我說 這三間CREEP店是這麼多間裡最值得的 我當時第一次吃 好期待 首先就來介紹我身後這一間 在這裡聽起來是老字號的店 叫馬里昂CREEP 那為什麼說他有老字號呢? 不要看他裝修得這麼高和漂亮 其實他在1976年就已經開業了 有整個42年的歷史 我就選了這個香蕉芝士蛋糕的款式 讓大家看一下 有雪糕、忌廉和水果 非常特別的就是有這個 芝士蛋糕 不是一片那麼簡單 是整塊 我現在就幫大家試吃這間老字號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料 這種用筋吃都是不夠過人 我現在要一口咬下去 我發覺呢 就算他這裡有芝士蛋糕、熟糕和忌廉 這些好像有甜、有膩的東西 但他吃下去就真的不膩 可能他本身也加了幾多水果 那一下就中和了 馬里昂芝士蛋糕對於餅皮製作很有講究 全部種類超過70多種 絕對一個適合你胃口 說明是老字號 就當然有它的原因 我真的大推 那吃完經典服的芝士蛋糕 就當然要來一些特別的 之後來的社會店 樣子就跟普通的芝士蛋糕有一點不同 那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我覺得他反而比經典一點的款式 要甜一點 和Krape的皮真的很好夾 他除了普通的焦糖燉蛋之外 他應該裡面 是不是會加一些奶油呢 因為吃下去真的很柔軟 他好像在吃焦糖燉蛋味的奶油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皮呢 有一點太軟 大家如果喜歡白色焦糖燉蛋的人 都應該可以試一下 應該會很適合你們的口味 我最後要介紹這間店 就叫La Fae Delice 這間就不在哪邊吃 是要坐在裡面吃的 所以如果來到元宿逛街 逛逛逛 又想坐下喝咖啡吃甜品的話 這間也是相當推薦的 La Fae Delice 是一間專賣Galas和Krape的法國餐廳 聽說那裡的食物都相當正宗 不知道吃完之後 會問我還是在法國的感覺呢 第一口吃到進去的 是一些很濃厚的焦糖味 我猜是這一盤 這個好像 淋在牛扒上面的醬汁 我剛才吃到什麼呢 應該是提子方 我一種吃牛扒的感覺 其實這個醬汁真的很像 牛扒上面的醬汁 它那個焦糖不會甜度 很柔軟的 挺好吃的 不知道大家對我剛才介紹的三種Crab 有什麼意見 我自己最喜歡 最好味的那款 因為它的皮夠脆夠薄 而且雪糕水果 各種配搭加起來 我個人覺得 是最出彩和最有得吃的 如果大家對今集的內容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今集我CHIP精來到京版 為大家搜羅了很多食買玩的資訊 紙想去京版旅遊指南已經面世了 紙想去京版操作簡單又方便 快點去紙想旅行的網站 免費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